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近年来,槟榔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槟榔就会被推上社交平台的舆论顶峰 并伴随大量关于禁止与否的争论 即便不吃槟榔,想必我们也都在大小超市的货架上 看到过这种被封装的小小干果 瑞森有时很疑惑,槟榔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人拿得起,放不下呢? 它真的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健康小零食吗? 今天就要Reason带大家看看 隐藏在小小槟榔背后的真相 槟榔是原产于马来西亚的棕榈科槟榔鼠长绿桥木 在古代引种至中国 比较确切的最早记录 来自公元265年成书的《南中八郡志》 这本书距今有约1800年的历史 可以较好的佐证中国槟榔的引种时间 古人将槟榔的种类一分为三 分别为行小而未干的山檳榔 行饼而圆大的大父子 以及因小巧被称为檳榔森的爷子 并很快发现了这种撞似鸡心的果子的食用价值 因此自古便有醉檳榔与氏檳榔的说法流传于世 因此,嚼檳榔慢慢受到文人默克的喜爱 更在中国南方成为一种流传至今的习俗 如今,檳榔的影响力不止停留在海南与两广地区 也在中国内陆占据了一席之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洗食槟榔 槟榔产业越做越大 如今年产值已经达到了400亿元 折合成台币则超过了1700亿新台币 且年均增长速度也以超过30%的恐怖比率继续上升 对这个行业来说 市场的前景是美好的 回报也超乎想象的丰厚 但对作为普通消费者的瑞森来说 能够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广告宣传中 槟榔那所谓提神洗脑的功效 如今它被广泛当作人们打发闲暇时间和社交用的小零食 但在古代 槟榔的主要用处还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药用 槟榔入药的历史 几乎和使用的历史一样长久 这颗小果子很早便成为了一味重要的中药材 因此 海南云南等地 古时也有专门种植药用槟榔的农户 在中医体系中 槟榔属于礼器类的中药 被归于卫大肠经中 功效包括杀虫消肌 身经润肺和沥水抗虐等等 在著名的本草钢木中 李时珍记载 槟榔有驱虫 消肌 下气 行水的功能 未代理当之的药露中 也曾记载槟榔的功效 与本草钢木中大同小异 很多流传至今的中药方中 都有槟榔的身影 至今为止 中国有超过200种的药品充 还有槟榔 以现代医学的眼光 去分析槟榔的成分 我们也的确能找到 很多药用价值 槟榔原果的主要成分为 31.1%的分类 18.7%的多糖 14%的脂肪 10.8%的粗纤维 9.9%的水分 3%的灰粪 和0.5%的生物碱 其中 被认为药用价值最高的 则是0.5%的生物碱 近年来 科学家们陆续在冰榔中 发现了6种生物碱 其中生理学作用最明显的 叫做冰榔碱 作为类M受体激动剂的冰榔碱 能有效刺激交感神经 引起出汗 兴奋 增加唾液分泌 以及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作用 有助于消化 冰榔碱的另一个作用 是驱虫 实验证明 冰榔碱能有效麻痹虫体神经系统 并将牛掏虫 猪掏虫 与慢式吸蟹虫等寄生虫驱除制体外 至今 中国仍然将冰榔制成汤剂 作为驱虫药使用 此外 适量的冰榔碱 还具有保护血管内皮损伤 减缓动脉硬化 抗血栓 降血糖等种种被验证可行的功效 但截至目前 冰榔的药用价值 仍未被完全开发 学界对于冰榔的争论 也依旧没有停止 但冰榔终究不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 才被我们熟知的 它之所以多次成为舆论风口 是因为近年来 冰榔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数据表示 全世界每年有将近4亿人吃冰榔 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扩大 冰榔产业能够突飞猛进的原因 主要在于近年来使用冰榔 完成了由地方习俗到流行行为的转变 使用冰榔的人群日益年轻化 大量年轻人成为了使用冰榔的生理军 他们为冰榔产业大幅增长的利润买单 冰榔产业足用更眼花缭乱的产品与投放 满足年轻人的需要 近年来 冰榔的广告投放 呈现从无道友以至疯狂的倾向 大批量的冰榔广告被无死角的投放 从网络热门综艺赞助商 到视频网站广告 影视剧中的软广告 甚至在国家级的春晚和元宵晚会上 都能看到关于冰榔的广告 而这些年轻化 互联网化 网红化的传播 更是冰榔成为了大量年轻人的闲暇选择 如今 冰榔慢慢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离开了自己的主要产地 走进了各地大小商超 现在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商店 那么在柜台前最显眼处摆着的 大概率就是一排又一排的冰榔 它们仿佛在向你招手 提醒你赶快将这提神洗脑的小东西塞入嘴中 但冰榔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药用零食吗 很可惜 答案并非如此 对冰榔来说 它却有药用价值 但药用价值只不过是它身上极为微小的一面 在这颗小小的冰榔上 承载更多的是疾病 成瘾 以及人们的痛苦 现在的年轻人 之所以会一包接一包地购买冰榔 并非是因为冰榔真的有多么好吃 而源于它们无法停下自己拿起冰榔的双手 无法抵挡冰榔的诱惑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冰榔中的成瘾物质 冰榔的成瘾性有多高呢 我们可以用同样高成瘾性的酒精做对比 由于亚洲人负责将乙醇氧化为乙醛的 AR-DH基因活性不强 酒瘾成瘾的发病率 在亚洲饮酒者中只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七 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据 但相比之下 冰榔的成瘾发病率则高达百分之六十七点二 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亚洲人酒精成瘾的发病率 距离吸烟成瘾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八 也仅有一步之遥 当然 抛弃使用者分层调查得出的数据比较粗略 但我们还是能看出冰榔的高成瘾性 但讽刺的是 冰榔这可怕的成瘾性 恰恰来自其药用价值最高的冰榔碱中 经过实验证明 冰榔碱的泥丹碱作用 恰与成瘾性相关 冰榔碱可以刺激内源性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 并让肾上腺素产生更多肾上腺皮质激素 使人产生愉悦甚至成瘾的作用 但喜食冰榔者所要面对的 并不仅只是单纯的难以戒断 冰榔的害处会确实出现在成瘾者的身上 其中最直观的反应来自成瘾者的牙齿 当我们上网搜索 冰榔成瘾等条目时 谈出的图片中多数都是一口烂牙 这些成瘾者因为常年嚼食冰榔 石灰质与含有红色素的冰榔汁在口中浸润 会直接导致牙齿变红发黑 牙床松软 牙齿松动 腐烂 但这并非结束 早在2003年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就将冰榔列入了导致口腔癌的第一类致癌物 也就是确定会导致人类致癌的物质 2012年更新的一类致癌物清单中 与冰榔有关的致癌物则增加到了三种 其中包括冰榔原果与两种冰榔角块 至此 冰榔导致口腔癌的事实已经无需辩驳 口腔癌是一种痛苦的癌症 一部分患有口腔癌的患者 会在癌变前剪除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疾病 此疾病会让人难以进食刺激性食物 包括热食与辣食 还会导致口肝 味觉减退 与唇舌麻木等等症状 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很快 这些患者会发现口腔变得僵硬 难以张嘴 出现舌体运动障碍 甚至难以吞咽 此时 口腔癌便已悄然到来 即便是早期确诊口腔癌的患者 也仍然会有20%的人 在5年内不幸离世 而晚期患者在5年内去世的概率 则高达75% 且这些幸运存活下来的人 都多少被切除了嘴部肌肉和部分舌头 面容凄惨 被称为割面人 终身面临禁食与沟通障碍 冰狼至此完成了它的华丽蜕变 从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小零食 变成了拆散无数家庭的罪恶元凶 2020年 前文中提到的冰狼碱 也被列入2B类致癌物 可能对人类致癌 人类对于冰狼的了解在不断增加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冰狼的真面目 也逐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可怕的真的是冰狼吗 自然的造物并非善恶 真正作恶的是那些明知冰狼致癌 也要投放铺天盖地的广告 为了利益拆散无数家庭 诱惑年轻人进行消费的商家 在土耳其 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 冰狼如今已被列入为禁品 中国也开始规定 各地停止投放冰狼广告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稳步的医学发现上 作为药物的冰狼可以拯救人命 但无节制的使用 只会夺走性命 如何正确利用冰狼 将是医学科研人员们 也是我们每个人 未来将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Reason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